诸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八义篇 第十五章 子入太庙 美识问 或曰 俗未周人之子 知礼夫 入太庙 美识问 子文之曰 是离也 这一章有起承转合 要细细按着陈次 子入太庙 弘子所进入的太庙 必定是鲁国的太庙 国家一建立 先立太庙 鲁国的太庙是周公庙 按时祭祀 按照时间祭祀 不举行祭祀时 庙门关神 没有举行祭祀的时候 太庙门关神 平常没有开门 每识问 每识问 问识与气 这个气是礼气 这个问祭祀的这些事情 孔子录太庙门关神 他每一桩事都问 向人请问 孔子尚且美识问 孔子尚且美识问 孔子当时录太庙 尚且对祭祀的事情 以及这个祭祀的礼气 这各方面 每一桩事情都向人请问 宋儒却说都知道 可以相信吗 这是真是狂誕 那么这个 这个许如老人就讲了 这个宋朝的大儒 却说都知道了 那么这个孔子当时他都 每件事都向人请问 过了一千多年 宋儒说他们都知道 这可以相信吗 真是狂誕 这个这个 血路老人挤出来 这个宋儒讲的话 说他们都知道了 是狂誕的话 祭太庙时 如何能美识问 祭祀时要清静庄严 讲究竖境 实事不许移动 这时如何允许闲人发问 祭祀的时候 我们这些年来 都有办祭祖这个活动 祭祖正在进行的时候 大家都要肃静 那执事 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 大家都不能乱动 那这个时候 怎么可能 允许一般人 来问这个问那个 那必定不是在这个时候问 这一张必定 不是在祭祀时间问 不是在祭祀这个时候问 那个时候没办法问 大概是在远礼时 远礼就是远席 像我们这些年祭祖 之前都要先远礼 先练习 不是正式的计时 应该都是在这个时候问 去旁边 去观礼 看人家远礼 不了解的就向人问 应该是在远礼这个时候 去问的 不是正式的时候 不是正式祭祀的时候 问的 始祭世家太史宫曰 观众尼庙堂车福礼祭 诸生以实习礼祺家 欺负如生 每月得远礼几次 否则就忘了 那么这个远礼 这个要常常练习 不然到祭祀的时候 大家都忘记了 所以每一个月 也都必须练习几次 或曰 俗谓周人知子知理夫 入太庙美识问 或曰 这两个字 不说哪一个人说的话 或者有人讲 没有说哪一个人说的话 孔子是名人 孔子的学问 人们都知道 孔子是实至名归 不求而自得 那么这个是 讲孔子啊 他是有名的人 孔子的学问啊 大家都知道 所以孔子他出名啊 真的是实至名归 名乎其实 不求而自得 他没有要去求名 但是自然啊 得到这个名 如果不要名 唯有逃名 跑得远远的 那如果不要名啊 那就跑了 就藏起来了 那如果没有 跑得远远的 那么他 很有道的学问 他自然 他就出名了 也不要自己啊 去求 自然就得到 大家知道了 大家知道了 他就出名了 知道他 有道德 有学问 孔子的父亲 孔子的父亲 孔良和 封于周 所以说周人 周人的儿子 指孔子 就是避讳 避讳啊 以免直接称孔子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 礼貌上的称呼 周人 知子 以懂理 文明 为什么要美 识问 谁说他知理呢 或许有人 会有这个疑问 那孔子 他不是 最懂得理的嘛 那么 录了太妙 都懂了 那为什么还要 每一件事情 都去向人请问呢 那么 每一件事情 都要向人请问 谁说他知理呢 怎么能说 他是知理呢 有人说啊 那你问 当然是不懂 知道了 何必问 这个说法 逝世而回 下面是 孔子的回答 只问 只曰 是理也 这是绝语 这一章啊 一个总结的语言 那孔子 听到 这个话 以后他说了 是啊 我每条问 这就是理啊 孔子 为什么这么说 这是孔子的修养 我们必须学 眼里 眼里 与 孔子 一样 只是容貌不同而已 眼里 重在练习 孔子 前往 关里 正是 学耳 实习之 也是 船 不习乎 孔子 答话 不亢 不悲 这段 学徒老人 讲啊 这个 孔子 到了那个地方啊 还是向人 请问 确认 这个也是修养 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那么 眼里跟季事 一样啊 那只是容貌不同 就是 你在练习啊 跟政治当然 这个 容貌表情不一样啊 那 眼里是重在这个练习 孔子呢 看到人家 眼里啊 就像现在我们那个 祭祖 也有眼里 在祭祀之前 先练习 在练习这个时候 孔子前往去观里 去看看人家怎么练 这个也正是 学耳实习之 那么 学耳 那么 时时刻刻来 实习 也是船 不喜 吴夫 孔子的答话呢 不看不悲 这个也是我们 要学习的地方 没有说很 觉得很悲笑 也没有觉得很激动 就是 综合的回答 中肯的回答 好 这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 我 阿弥陀佛 Almighty 感谢观看